接下来看电信业的会员手机号码的F栏这个地方 所以第一个问题 我要如何快速的把这后面的三个栏位变成一个栏位 所以其实你常常会遇到 就是的问题大部分都资料的什么 资料的合并 比如说有三个栏位之下合并成一个 或者是说从一个栏位里面的资料分割成好几个栏位 叫资料的分割 那我觉得Excel里面常遇到的问题 不外乎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资料的合 一个是资料的分 如果你可以把这两个问题解决的话 很多事情就简单了 真的 我常常在做很多事 不就是资料的合并 不就是资料的分割 常常在分分合合分分合合 你如何快速的把这些事情做出来 那你很多事情你的报表就简单了 OK 那当然有很多方法了 我们先讲一下 这F栏的第一个 那首先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的规则是什么 前面是09 所以我就势必先点选F2之后 游标放上面 然后先自行输入09的一个文字 那文字的话 前面一定要等于 公式开头一定要等 文字的话一定是前双引号09 后双引号 因为它是一个文字 那串后面的储存N格的话呢 就是AND SHIP加上那个7 SHIP7 AND AND什么呢 AND这个G2 所以你就直接点选G2就可以了 它就帮你把G2的资料呢 帮你摆到这个09的后面 所以如果你现在打勾的话 它会变0911 然后在后面再点一下公式 公式其实可以一边打勾确定一下 再往下做 AND AND什么呢 AND一个减的符号 那减的符号怎么做呢 一样也是一个文字 所以前双引号 再一个减 后双引号 再AND什么呢 AND 0911 然后AND这个门号的区码 那区码部分的话你把它打勾 你会发现 它就变091184 不对要3码 那如果要3码的话怎么办 当然 如果你是格式上面的部分的话 格式哦 如果你要把格式变3码 你按右键 出现格式里面 其实你可以经过什么 有个叫自定的功能 自定的话里面只要输入3个0 3个0就三个数字的意思 你按确定 你会发现哦 有没有 除了格式 按右键 自定000的话 按确定 它这边就变084了 但是特别注意哦 它这个就是所谓的格式 格式是表面上看到的 但实际上呢 在你的资料里面 它还是放84 它只是格式表面哦 OK 但是如果你要真正变成084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想到一个函数 叫做TES TES 那你就把那个000这个规则 放到TES的参数里面 就OK了 所以特别注意哦 刚刚那个 只要是格式里面能做的 你要真的把它转换成 那个样子的资料的话 那特别注意哦 你就一定要使用所谓的TES 所以TES真的还蛮重要的 只要你眼睛看到了 如果你要把它转换成真的是那个资料的话 那你第一个就要想到TES 所以常常有同学常常问说 老师那个 为什么我眼睛看到的资料 我要取就取不到 我要取哪个字到哪个字 奇怪 怎么就是得到的就不是我要的 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讲 那你要用TES函数吧 问题就解决了 OK 那只是说呢 要怎么做啦 所以很多时候啊 如果你对那个TES函数不熟 我刚刚有举一本那个参考论书嘛 468招 里面TES函数都放了一大堆 OK 你也可以自己再去参照 好 那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我要解决 这个三码的问题 刚刚有提到000 那你可以把000这个概念 用在哪里呢 特别注意哦 用在这个H4 所以哦 这公式的话 本来我们叫H4 你把H4直接拿掉 Delete就掉 后面的话 我end 我就用一个叫TES函数 那有几个方法 要不呢 你就是直接在这上面自己打 要不呢 另外一个方法 你就是直接点选前面的下拉清单 然后找到TES函数 它也会适动帮你把这个函数呢 加到这边来 两个方法 那我干脆我直接这边先自己打好了 比较单纯 你打一个TES TEXT 它没有区分大小写 所以你就直接打 钱瓜糊 然后呢 它要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什么资料 资料的话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84 所以你把G2给它 OK 够点 第二个它问你说呢 那你的formate test 是要 formate test 要给我一下 那formate test 就是刚刚那个制定里面的 0 0 0 OK 所以你就把000 放在这里 但是特别注意 因为它是要一个叫formate的TES 所以你只要看到TES 就是文字 那文字的话记得 要做什么呢 前后要加双引号 所以前双引号 0 0 0 后双引号 这个一定要的 你不能直接把三个0 放在那个TES的第二个参数 然后挖补一下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就完成了 就TES 挖补 那把H4的资料 84放过来 那经过000之后的话 它就帮你转成 那个084了 OK 打个勾 试一下 有没有 084出来了 这个我先把它取下回来 格式把它恢复成通用 把它恢复成原状 所以它这个流程是这样 就有点像是 那个经过一个 本来是84对不对 然后经过TES 它转换之后的话 它就帮你把它变成084 特别注意 它是由数字转换成文字 那因为只有文字 前面才会有0 如果是数字不可能0 没有0开头的 OK 所以特别说 那前后一定是加了什么 双引号 这个可能要特别特别有观念 因为其实我发现很多人 就是在使用以资料里面 没有那个形态的观念 不知道说数字跟文字不一样 天哪 那当然你一定说我百出了 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OK 所以在有些时候 说真的你没有观念 说真的你怎么做 一定处处都是错 所以衍生出去的错误都是连环的 OK 所以我只是先把这个概念跟归架 最后面的话呢 大概007怎么做 其实007的话呢 就不用重做了 为什么 因为它后面的减 减符号084 跟那个后面的那个末码很像 所以你只要把规则 G4后面的end end-到后面这一串的公式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到后面来 end- 然后end再一次啊 把什么呢 把H4改成 不是 把H4改成什么 改成I4就可以了 有没有 H4变成I4 打个勾 这样子的话就做完了 有没有 然后呢 你又可以把它向下填满 点两下 这个部分呢 就OK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特别注意哦 关键的地方 就是这个test函数 如果你这个test函数 可以懂得使用它的话 那基本上呢 这个问题就单纯了 那这个的解答 在第15页上面也有 所以你可以试着参考 那个这个第15页 讲义第15页上面的公式 然后把它完成 打个勾 这样子OK了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所以以后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使用那个test函数的话 你第一个一定要知道 它的所谓的formate test 它的那个什么呢 它的那个格式化的文字 是什么 如果知道的话 那你就直接把它丢给那个test 就可以自动帮你转换了 就会把数字转换成文字 而且符合你要的格式了 所以以后啦 如果你要 你不是要3码 你要4码的话怎么办 那再补个0比较好了 5码再补个0比较好了 所以你要起码就OK 就大概这样同样的规则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可以做的事情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着练习看看 test的部分 那待会我们同样的概念哦 其实再来一样这个 年次 年次怎么做 我刚刚取两 前面两个字失败 但如果你要成功的话 怎么做 要怎么样把那个 那我刚刚讲过哦 你看到的 跟你实际上要抓取的不一样的话 那你就需要用test函数啦 OK 那test函数在这个地方该怎么用 OK 你想想看嘛 做出也没关系啦 待会我会分享我的使用经验 还有啦 其实真的啦 你要真的做对 我觉得其实还蛮吸引流水的 如果懂得很观念 所以有时候其实观念正确 然后呢 你按照这个规则 就顺顺的做 另外就把它收入吸之后 所以真的很多事情 就很快可以做出结果来 好 试试看好了 那个第一格哦